记者黄嘉陵高雄报道,春节六天连甲狂吃美食便胖受不下来,陵墓局屏东陵馆处推荐一处国家级森林步道不但免收费,还要让民众受得健康。 平邻处指出,蔚蔚高雄甲仙与台南南化的六亿山,海拔约七百八十四公尺,日治时期就是热门的登山路线,六亿山步道群长约四,三十五公里。 共有四处登山入口,由北至南分别为四德、公馆、百叶与紫霞入口,综走单程约花费三小时,一路上景致优美,登高望远时也辽阔,可眺望南化水库,尤其冬季一片梅树开花,美丽梦幻。 六亿山步道于民国九十二年起,被林雾区列为国家级森林步道,步道延期日治时期古道整理,采用自然生态功法仿木文装铺设路面,让行走的时候更顺畅,民众沿着棱线走事业开阔,向西边眺望南化水库尽收眼底,而步道的另一侧则是甲仙市区及玉山山脉宏伟的绝美山景,临到沿线优美,风光明媚。 步道沿途并设有关湖平台,赏眉平台,三小点六亿山青年碑,观景台及观霸亭等景点,可供游客短暂休息,观景层层山巒,是登山赏景的好去处。 平邻处建议,民众由紫霞入口处走至六亿山顶,在沿原路折返,半日或干日即可完成。 相关登山旅游咨询可恰平东陵区管理处旗山工作站,07-6612031,即甲仙区公所观光客,07-6751002。 未知的套盛